然而大学毕业后 我没有任何亲戚可以依靠 我不得不又回到那座小县城里 我感觉自己又被关进了笼子里 后来父亲病重 倾家荡产也无法支付巨额医疗费 我不得不出来打工 此后我飞翔在城市辽阔无垠的上空 然而城市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好 这两年来我有过太多的坎坷 有过太多的悲伤 我忍饥受恶 我颠沛流离 我一次次绝处逢生 一次次咬牙忍受 这两年来 我不得不换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 我不得不做记者中最危险的工作 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现在什么都好了 这些年来 我从来没有依靠过一个人 我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 我只能依靠我自己 当别人轻轻跨出了一步 我却要跌倒爬起很多次 才能达到别人这一步跨出的目标 我又想起了萧申克旧书中的一句台词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因为它们的羽毛太美丽了 有一天下午 我在报社乘着电梯下楼 电梯门刚打开 突然从外面冲进了一个人 撞在了我的怀里 这个人像坦克一样 横冲直闯 全然不够创在什么人身上 我想则问一声 突然惊讶地发现 他居然就是多天不见的站长 站长看到我也感到很意外 他一把把我拉出来 用脚挡着即将关门的电梯门 问 你怎么装老子 还没有等我回答 他就一把抱住了我 一楼大厅的门边 站着两个门营 两个漂亮的女孩子 看到两个大男人搂抱在一起 捂着嘴巴痴痴地响 电梯里已经走近了几个人 他们等待着上楼 看到这种情景 就问站长 你走不走 站长一句不吭 抽出自己的脚 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他和我坐在了一楼大厅的沙发上 我问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你 他说 说啥呢 走吧 跟老子去喝酒 站长很好说 他声如红中 嗓门又特别大 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 两个女孩子看着他 一直捂着嘴巴偷偷笑 看到我注意他们 他们又马上变得一本正经 挺直身体 装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我们来到报社附近的一间小酒馆里 站长一下子就叫了一捆啤酒 让周围的时刻连连折舌 站长开瓶不用起子 拿起啤酒瓶用牙一咬 瓶盖就被咬下来了 然后一扭头瓶盖就滚在了地上 站长说 我的那些报道 他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了 还向别人推荐 他说 真没想到 你还是个笔杆子呀 我没有说话 只是喝酒 在这样直爽的人面前 如果再说些冠面弹簧的话 就有些虚伪了 站长说 他向手下那些发行员说 让他们以我为榜样 我这从他那里走出去的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他喝了一口酒后说 你说老子这句话 说的对不对 他有些炫耀 我连连点头 对 对 从站长的口中 难得听到一句古讯俗语 他每次一说出 有些文采的话来 就想听到别人的赞扬声 站长说 老子原来还等着你回来呢 现在看来你回不来了 就在本部好好干 给老子长脸呀 他端起了酒杯 我和他碰杯后 一口饮干 心中一热 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赶快背过身去 偷偷的抹了一把 林分手的时候 站长说 以后有什么事情 就来找老子 老子毕竟是本地人 有什么事情 能罩着你 我点点头 眼泪又差点流下来 就在我暗访黑中介 那些非法公司的时候 和我一级进来的 见习记者 也都没有闲着 竞争太激烈了 每个人都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 那一年有在亚洲 举办的世界杯 赌球风开始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刮起来 世界杯结束后 这股风愈演愈脸 赌头们逢球赛 在毕赌 赌完世界杯 赌欧洲联赛 赌完欧洲联赛 赌甲英 后来甲英结束了 他们又开始赌起了 女子足球联赛 在这场赌博中 有人成为千万富翁 有人倾家荡产 和我一起做见习记者的人主 有一名来自于浙江富庶城市 他写了一篇 关于赌球的通讯报道 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他肯定也会留下来 那一年 六合彩刚刚从香港传进来 从沿海一路北上 势如破竹 无数人身陷其中 一名有着香港关系的 见习记者 所写的六合彩报道 在报纸上连载 引起了全市读者的警惕 也受到了报社领导的表扬 估计他也不会走的 主任尽管也写了一些稿件 但是反应频频 不知道他会不会留下来 关键是直到现在 见习期已经快要结束了 我们还不知道报社需要几个人 留下来的人会分配到哪些部门 我们就像走进了迷宫一样 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走出去 而侥幸走出去了 又不知道出口是道路贪图 还是悬崖峭壁 我的关于声讯台的稿件件报告 哪家声讯台 第二天就被查封了 眼睛 红头发 胎记以后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 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黑中介也被查封了 但是半年后 我在距离火车站上千米的 另外一条大街上 看到了尖尖鼻子 尖尖鼻子还在重操酒业 何以帮子男女开中介公司 这次 中介公司有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 可是收费很乱很贵 我在网上 也看到了很多关于这家公司 违法的举报帖子 有一天 这家公司又关门了 不知道尖尖鼻子们 是换个地方顾忌重演 还是真的洗手不干了 批发人胎素的那家 所谓的科技公司消失了 老板不知道跑到了哪里 工商人员来到那幢居民楼里 撬开房门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但是 人胎素至今还在一些美容院里出现 估计这种骗人的东西 要消失 还需要很长时间 电话直销还在继续 这几年 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但是 电话直销又不违法 要让自己不受骗 就需要擦亮眼睛 电话直销有好有坏 推销的产品也有好有坏 需要自己仔细判别 而炒白银就很复杂 炒白银相关人物的结局 如果写成一篇小说 简直就是当代的拍案惊奇 炒白银的公司突然关门后 刘云也在第二天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唐明的十万元本金 没有了踪影 他非常伤心 又非常气愤 他向公安部门报案了 公安部门说 如果遇到蛛丝马迹 有点线索 就马上告诉他们 唐明当时几乎绝望了 偌大的世界 想找到钱走 比大海捞针还困难 几乎是不可能的 唐明每天都在哀声叹气 这期间 唐明因为要跑来跑去 寻找钱总和那家公司的 一些所谓精灵 顾不上打点自己的生意 就顾起了一个女孩子 照看小店铺 就在开店的第一个月 这个女孩子认识了一名男子 男子住在城中村 两人很快就恋爱了 女孩子很喜欢这个男子 又担心自己上当 就让唐明替自己 打听这个男子的情况 唐明在城中村开店多年 什么人都认识 他打听到 这个男子家在200多公里外的 一座小城市的郊区 家中有妻子和孩子 唐明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女孩子 女孩子就决定和男子分手 可是愚蠢的女孩子 却把唐明告诉他的所有话 转述给了这名男子 男子很生气 就想报复一下唐明 有一天 唐明没有在商店 女孩子在营业 趁女孩子出去吃饭的机会 男子偷了店铺里所有的香烟 和当天的营业款逃跑了 这些东西大概能值上千元 唐明回来后 彻底傻眼了 没有了钱 他的资金无法周转 店铺就开不下去 好在唐明当初打听到了男子的家庭地址 他决定去一趟 见不到唐明 总能见到他的妻子 让他的妻子赔偿自己的损失 唐明在那座小城市转车的时候 看到了路边的小广告 招聘炒白营业务员 唐明很生气 他知道这样的小公司炒白营 完全就是骗局 他决定先去那个公司转一圈 然后就向公安局报案 小城并不大 唐明走了十几分钟 就找到了这家炒白营公司的地址 刚准备进门 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在这几个人的簇拥中 走进楼房大门 唐明的心几乎要跳出喉咙 那是钱总 现在唐明学聪明了 他偷偷地溜出来 藏到那座楼房的对面 密切注视着楼门前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 掏出手机拨打110 警察来后 唐明就带着警察冲进去 按照那个小广告上的地址 抓住了钱总 钱总很失望 很伤心 唐明后来通过起诉 要回了自己的十万元 现在唐明还在开着自己的小店 他只想合法经营 老老实实做生意 再也不幻想发横财了 阿湘后来结婚了 他在服装厂 认识了一个很爱他的男子 两人打工几年后 开了一家东北饺子馆 阿湘的饺子很好吃 前天我还在他的饺子馆吃饭了 他们有了一个女儿 一家三口 生活很好 终于等到了签合同的这一天 我至今还能记得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微风轻轻地吹着 街树扩大的树叶 在风中微微抖动 尽管已经是深秋 北方的树木落光了叶子 树枝变得干净而简洁 而南方的树木 还是匆匆欲语 一如炎热的夏季 来到这里后 当地人告诉我说 这座南国大都市 一年只有两个季节 夏季和冬季 夏季漫长而炽热 冬季总是一晃而过 一点也不会寒冷 这座城市从来没有看到过雪花 他们无法想象 雪花漫天飞舞的景象 他们也没有过 俯身划过冰河的记忆 南方很富裕 但是南方的生活很单调 那天 我刚刚在大街上 采访了一辆宝马撒泊 造成交通堵塞的事件 突然就接到了 总编办公室打来的船呼 平时记者和总编办公室 一般没有联系 如果有联系 就是重大事情 我边走向街边的画吧 边仔细回忆自己写过的稿件中 是否有什么漏洞 是否被人投诉了 总编办公室的电话 总是让人忐忑不安 这些年 一直是这样 电话回过去后 那边让我回到报社签订合同 我欣喜若狂 走出画吧 把门前一个空可乐罐 踢出了很远 可乐罐一路滚动着 发出巨大而空洞的声音 引来很多观望的脑袋 我走向公交车站 看到迎面走来的每个人 都和蔼可亲 我真想抱着他们每个人 在他们每个人脸上 都亲一口 一个女孩子 看到我喜气洋洋地走过来 神气活现地摇晃着脑袋 急忙躲在了路边 惊讶地望着我 我心想 我不会亲你的 你别害怕 女孩走过去了 又走来一名巡警 巡警也在好奇地望着我 我不好意思 竭力忍住即将喷不而出的笑容 咬着下嘴唇 将笑容吞了回去 我一路欢欢喜喜地走着 一会儿看看天上飘荡的白云 一会儿看看路边 楼顶上的窗户 没想到突然被道牙绊了一跤 公交车来了 我一步跨了上去 我坐上公交车 看着窗外的风景 感觉到异常惬意 此后 我就要在这座城市工作了 也许我会在这座城市工作一辈子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两年前 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 摆在我的面前 我没有珍惜 等到失去以后 才追悔莫及 现在 我终于又等来了一个机会 我一定要对自己说 好好珍惜 如果非要在这次工作上 加一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 来到报社 走进总编室 领到了合同书 却发现 我还有几个证件没有办理 而没有这些证件 则是不能签订合同的 这些证件包括 身份证 毕业证 户口本 赞助证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 未婚证 前三个证我都有 而后三个证 我都没有见过 总编办公室说 没有这些证 是无法签订合同的 我倍感无奈 其实 我们的一生 都生活在各种证件中 想怀孕 先要有准生证 上户口 需要有出生证 到了18岁 需要办理身份证 结婚需要结婚证 离婚需要离婚证 残疾人需要残疾证 开饭店需要健康证 开车子需要驾驶证 上班要有上岗证 失业要有下岗证 出门要办赞助证 出国要办护照 去沿海特区 要办边房证 想找到好工作 需要计算机等级证 普通话等级证 还有行业任职资格证 特殊行业 还需要捕猎证 持枪证 开采证 砍伐证 捕鱼证 执法证 猪算证 买房需要房产证 土地证 卖肉需要工商许可证 完税证 等到死亡了 还需要死亡证 我要先办理赞助证 赞助证要在 自己所住的街道办理 然而 这些天 我一直住在报社 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地址 又如何办理 我求教一名 来到报社工作了三年的同事 他说 赞助证 可以在随便一个地方就能办理 只要你出事了租房合同 而办理后 又没有任何用处 他的赞助证 这三年来 除了签合同 再没有让人看过一次 既然没有任何用处 为什么又要办理 而且 赞助证的收费标准也不一样 一个区是一个标准 繁华区比边远区的收费更高 我来到了南方城市 需要办理赞助证 那么南方城市的人 来到我们北方农村 是不是也要办理赞助证 我不知道 在这位同事的指点下 我来到了当初居住的城中村办理 那里的收费标准是全是最低的 我找到了当初的房东 而房东却不给我开证明 他的理由是 如果开了租房证明 他每个月就要缴纳税金 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人 开过租房证明 没有办法 我又找到了一个在城中村开店的朋友 他拿着他的营业执照 假借他的亲戚的名义 终于在街道办缴纳了钱 办好了赞助证 然而 开流动人口计划 省与证 却非常麻烦 这要求在户籍所在地办理 而我的户籍还在遥远的西北 间隙期满后 我决定回家一趟 自从父亲去世后 我还没有回家过 我不知道母亲和弟弟妹妹 生活的怎么样 我领到了间隙期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也就是我那一连串暗访的工资 工资的数额让我惊讶 那是我这两年来 拿到的最多的一笔钱 也远远超出了 我对自己的工资的预测 拿着这些钱 我买了一部最低廉的手机 诺基亚3310 是一种已经被淘汰了的款式 当时的价格是780元 这款手机我现在还用着 每当我在公众场合 掏出手机的时候 总能惹来一些好奇的目光 然而 手机的功能 只要有两种就足够了 打电话 发短信 而这款手机的这两种功能 都还能使用 我又何必更换呢 手机就像情人一样 最初的 最有感情 我终于拥有了一部手机 至今我还能记得买手机的当天 就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 村口的商店老板 喊来了母亲 我拿着手机对母亲说 我有手机了 母亲在电话中说 什么机 我说 是手机 母亲责怪我说 你不好好工作 养鸡干啥呀 我一直看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